新北市立美术馆预计2022年开馆 而在开馆之前 新北市推出很特别的前导展 利用艺文中心的场域 集结了国内外15位当代艺术家参与 实体的展场看起来是一片空荡荡 主要是为了导向以网页为主的场域 提供看展人全新的体验 新北展场的新常试 就是要颠覆一般人看展的习惯 在虚拟和实境之间 体验当代艺术 民众到我们的现场 它其实透过一些实体的线索 它可以连接到我们真正的展场 是在虚拟的在网路的界面上面 所以透过这种模式 它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作为国内外重要的当代艺术家 参与给火星人类学家的展览 透过艺术家留下的线索 想象你就是火星人类学家 你能观察到什么 以给火星人类学家这个展题 去邀请艺术家去思考 那如果有一天火星人类学家来地球 探勘人类的这个艺术实践田野 那艺术家会希望留下什么样子的线索 提供他们去做研究这样 在新美式艺文中心的实体展场里 没有常见的隔墙 让长星展场一览无遗 一字排开的逃平 九件已经打破一件 因为他是票选最丑的 上个礼拜已经摔破的是这个小花 有一个查理小花 他已经先摔破了 所以这个艺术家他也是透过 由观众来参与 然后去选出他们 他们对一个陶瓷瓶 美跟丑的判断 觉得丑的那个陶瓷瓶 然后美洲去破坏它 销毁它 所以他艺术家认为就是 这个作品在他完成之前 其实是不会完整的 要等到整个作品完成之后 他才会显得完整 也才会凸显出他作品的一个价值这样 麦志胜的手指从展场高处垂挂而下 成万人则在现场留下了一只 发光的LED平板灯 展场上处处是当代艺术家留下的线索 引导观众发挥柯南的精神 在虚拟和现实之间 发现事物神秘而看不到的另一个面向 36件作品在线上与实体展区 即日起到9月28号 在官方的网站以及新北市艺文中心同步上线 喜欢当代艺术的朋友 请把握机会一探究竟 季教山志勇新的视采访报道